各位觀眾好,我是魔女 今次會講解在防守中經常用到的跟牌理論 上次影片我們曾提過 立直者的義脈對立直者來說是絕對安全的 但有時候我們手牌未必有立直者的義脈 這個時候我們就要選取對立直者比較安全的牌來打 就像這個立直 這裏除了立直者的義脈之外 亦都有一些相對比其他牌更安全的牌 我們這裏先看看一索的危險度是怎樣 我們再詳細看看立直者的寫牌 因為立直者已經打過四索 所以如果立直者是拿著二三索 要一四索的兩面聽牌的話 在這個情況下基於有鎮定規則 因為立直者已經打過四索的關係 就不威胁其他人打出來的一索 而事實上立直的聽牌型 有一半以上都是兩面聽牌 所以這裏打一索的話 就不會輸立直者的兩面聽牌 所以比較安全 這裏用回剛才提到的理論 亦都可以知道 七索的話就不會輸五六索 聽四七索的兩面聽牌 另外因為立直者已經打過一同和七同的關係 打細同同樣也不會輸 拿著二三同或者五六同的兩面聽牌 因為已經是震慶了 但有一點大家要留意的就是 打五萬雖然已經沒有聽二五萬兩面的可能性 但因為立直者沒有打過八萬的關係 這裏打五萬是可以輸五百萬的兩面聽牌 凡親用以上的理論推論出 無法輸兩面的牌 在日麻的術語中稱為筋牌 而筋牌在日麻的防守理論中是非常重要的 初學者如果對日麻的筋牌不是太熟悉的話 我這裏就提供一個比較容易的記憶方法 而知道數字牌來說 每日式都有六個兩面聽的可能性 分別是14、25、36、47、500和69 而我們就可以簡單地用147、258、369這三組數字去記住 初學者如果想很快將這堆數字記住的話 就可以參考大家平時用過的Keypack 如果我利用打直的方向來看 就剛剛看到147、258、369這三組數字 如果立直打過4、5或6的話 相對地17、28和39就會是相應的筋牌 另一方面 如果立直同時打過17、28或39的話 相對來說4、5、6都是筋牌 大家都知道筋牌會比較安全 當然是否所有筋牌的安全度都一樣呢? 好像針對這個立直一樣 一索2萬都是筋牌 那麼它們的安全度會不會有分別呢? 要了解這個問題 才要了解麻醉裏面的聽牌型 沒錯,麻醉的聽牌型真的千變萬化 不過它們都可以歸納為以下這五種 包括兩面、卡洞、編章、對碰和單騎 麻醉裏面的多面張聽牌 其實都是剛才那五種牌型的組合 所以如果關乎某一張牌的聽牌型可能性越少 那麼它這張牌就會越安全 不同類型的牌 對可能的聽牌型都會有先天的限制 例如 字牌就只可以輸對碰或者單騎 而19的數字牌 就沒有卡洞或者編章的可能性 將來我們的安全牌理論 或者更高級的毒牌理論 都是建基於這裏數光的知識 大家就要多多留意了 好,我們再看看剛才的例子 這裏一索和二萬都是金牌 所以它們都沒有兩面的可能性 這裏一索可以輸的牌型 就只剩下對碰和單騎 但是相對之下 二萬可以的聽牌型 除了對碰和單騎之外 還有13萬的卡洞 所以基於剛才的理論 我們就知道一索是比二萬安全一點 到這裏我們就可以排列各種金牌的安全度 首先金牌的19牌會是最安全的 其次就是金牌的200 加上兩根的456 然後就有金牌的37 金牌的200或者456 除了有對碰和單騎的機會 亦都有卡洞的機會 所以它們的安全度會比金牌19為低 至於金牌37 因為同時有編章和卡洞的機會 它的安全度就會是金牌之中最低的 去到這裏 相信各位讀者都應該知道金牌是什麼 但是大家都要明白 金牌並不是絕對安全牌 它只能避開所有兩面聽牌 雖然對於聽牌型來說 兩面的出現比例是最高的 不過如果對方是做對子系的手翼 即是對對亡或者七對子 就絕對不可能出現兩面聽牌了 亦即是說這類型的聽牌 金牌利率是完全無效的 例如如果你看到對手是這一個的賦路形態 這裏的攻擊是十居其九的對隊伍 在這些情況下 如果相信金牌的話 就不會達到經有的防守效果 這裏要防守的 應該是場上未見過的山章或者翼牌 而不是金牌 另一種金牌利率不是太可靠的地方 就是當對手做驗手 即是混一色或者清一色的時候 因為掩獸可以用的牌範圍比較窄 所以魚型聽牌的機會就會比正常多很多 而因為這樣 面對掩獸攻擊的時候 金牌是絕對不可靠的 基本上就是 所有掩獸式的非然物的掃牌或者字牌 其實都是危險牌 另外還有一種初學者會經常忽略的情況 就是立直宣言牌的金 好像以下這個立直這樣 這裏的二索是金牌 但正因為它是立直宣言牌的金牌 它的安全度就會比平常的金牌低得多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對手很有機會 就是一三五索的兩鏈型 也就是說你打二索的話就會輸了 我們在這裏再詳細一點說明一下 兩鏈章就是好像剛才的一三五索 是用三張牌做到八張有效牌的好搭子 但是這裏如果我們拆走其中一張 就會變成卡洞的魚型 效率就比較低了 因此如果手牌有兩鏈型的話 去到進章或者聽牌之前 通常都是會保留的 例如好像這副牌一樣 我們入到八童了 這裏按牌效率來說 應該是先打四萬的 因為如果我們先打一索或者五索的話 那兩鏈聽牌率就會比較低了 所以在單層的計算之下 如果這副牌最後要打五索立直的話 那就有三分之二的機會 會是叫卡洞二索了 好去到這裏我們就這次的內容 做一個簡單的總結 因為聽牌包括立直時的聽牌型 有很多都是兩面聽牌 而金牌就會保證不輸兩面聽牌 因而較為安全 不同的金牌安全度都會有不同 金牌19是會最安全的 之後就到到金牌200或者456的牌 而之後金牌的37就會最為不安全 金牌的防守力量並不是對於所有的 立直或者聽牌都適用的 對於七對子、對對虎或者驗收的牌型來說 因為有較多圓形聽牌的成分 在這些情況下 金牌的理論就不適用了 最後一點就是 立直宣言牌的金牌其實都是危險牌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因為立直者好多有機會 是拿著兩限章的形態 好,今次講解的內容就到這裏了 下一條影片就會介紹你一個 在防守中非常重要的理論 就是迫理論 最後,如果大家欣賞這個講座 歡迎讚好或者訂閱這個頻道 我們下個講座再見 我們下個節目 我們下個節目 我們下個節目